庙房人员用推车堆叠出很高的泡面 以泡面土地供文明的中疗香食龙宫 特别汇集四方的爱心 将民众所留下来的泡面整理之后 转针给卫生所 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心情及付出 希望也能为防疫工作尽一点心力 他们比较辛苦 也是第一线 大约300多箱油 保佑这次疫情 这样快点过去 这些泡面就是信徒来拜拜 最近就是疫情这样 大家都是来拜拜说 快点疫情快点过去 中疗香卫生所主任赵林慧表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考验下 卫生所积极地提供 湘民各项医疗保健服务及疫苗的注射 非常感谢石龙共吴主委送来泡面 让所有医护人员感觉很窩心 在疫情这个严厉的考验之下 中疗香卫生所也是积极地提供 湘民各项的卫生保健医疗服务 还有疫苗的接种 那中疗卫生所只有11名的编制 石龙共的吴主委 疼小文 怕我们工作没用 所以也把泡面送来给我们最实质的补给 在这边还是很感谢主委对我们这样子的疼疼 县远检斥生表示 为了要让每天辛苦帮忙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免于挨饿 石龙共非常的有爱心 送了这么多的泡面来慰绕医护 实在是非常感谢 石龙共主四福的政审由于相当灵验 因此很受信徒爱戴 土地公爱吃泡面的消息也广为周知 所以只要前来祭拜信众都会买一整项泡面前来讽刺 而这次石龙共汇集众人的爱心 把泡面证与卫生所及消防等单位 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 并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记者洪一伦终疗采访报道